長焦鏡相比廣角鏡,有更加的空間壓縮感 簡單來說,可以拉近物體之間的前後距離 明顯可見前方的山頂和遠處的維港之間的距離是明顯壓縮了 來到遠處的城市景觀,看起來有超密集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Ceno,歡迎收看這個無人機的頻道 當提及長焦距鏡頭,你腦海之中會想起什麼呢? 一大堆又巨型又價值不菲的鏡頭? 還是一群在天橋上守候的攝影發燒友 他們準備等期間限定的旺角現一? 其實那裡人山人海,要找到理想的拍攝位置都不簡單 當長焦鏡遇上無人機又會怎樣? 究竟能否結合兩者的優勢?發掘在拍攝上更多新的點子 今集的飛攝者,我們將會和你一起探索在航拍機上長焦鏡的魔力 一起體驗一下這種畫面壓縮帶來的震撼感覺 影片的後段,我們還會到訪大嶼山的昂平 遊走在昂平市集附近的昂平春花徑 從鳥坑的角度,記錄到那裡的春日美景 當大家細心留意航拍機的規格 應該對解像度、感光元件的名詞都有一定的認識 現在入門的機種、鏡頭的解像度已經有4K 甚至乎不少機身細小的摺機 都搭配了配備1吋感光元件的鏡頭 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們說到無人機 好像少說鏡頭的焦段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現在消費級的航拍機 普遍都是配備定焦的廣角鏡頭 一般來說,標準焦段50mm以下 我們就可以稱它為廣角鏡頭 以DJI的航拍機為例 Vinitoo和Air2都是24mm焦距 而去年推出的Air2s是22mm 而幾年前出品的一代機王Mavic 2 Pro 它是28mm焦距 以上這些我們都可以叫做定焦的廣角鏡頭 那有沒有其他花神的呢? Mavic 2 Pro 的同系姐妹機 Mavic 2 Zoom 它當時提供了一個24mm至48mm的光學變焦鏡頭 相信大家都看到 兩者在畫面壓縮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 廣角鏡頭的特性 它的視角是比較大一些 帶來足夠的視角張力和衝擊力 以及不會存在太多景深和一些抖動的問題 如果應用在航拍機上面其實是挺適合的 剛才提過在標準焦段50mm以下的就是廣角鏡 而50mm以上的就是長焦鏡 長焦鏡以往由於體積比較大 我們只會在一些大型的專業級模型機找到它的身影 例如Inspire 2 其實都可以搭配一些X2或X7的電動雲台相機 雖然它已經是相對比較細小的選擇 不過始終做不到這個便於攜帶的效果 大家期待已久的DJI Mavic 3 亦都在2021年尾推出 為大家帶來了兩個版本 分別是普通版和先版 它除了令人帶來詐欠的定價之外 亦都以最強的消費及無人機規格登場 而一台便於攜帶的接合式航拍機來說 它的規格也算厲害了 它的主鏡頭配備了四三大小的感光元件 即是超過一吋 也別說不太厲害 而且它還配備了等候162mm的長焦雙鏡頭系統 可以將長焦鏡頭想像望遠鏡一樣 亦都比廣角鏡要更加的空間壓縮感 為我們在拍攝上帶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分享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運用Mavic 3 針對長焦鏡頭的使用心得和大家一起分享 究竟這個新的功能對不對得住它的售價呢? 那使用的時候有什麼需要留意? 還有怎樣才能拍得更漂亮呢? 記住看下去吧! 作為一個Mavic 2 和Air 2S 的用家 其實我對它們的表現一直都滿意 所以最初我都沒有立即對Mavic 3 立即心動 甚至我們可以說我斬腳趾給沙蟲 為了避免中毒甚至避免試用朋友的新機 其實這兩部機呈現出來的畫面一樣是這麼吸引 我想我沒有再換機吧! 在這裡都沒有再換機 在這裡就算是在整個畫面上落後 最終是在看見Mavic 3 呢! 看見Mavic 3 呢! 對嘛! 你也知道有一次跟那個壞人出來放機了 對呀!那個壞人 呃! 不管試試試Mavic 3 呢! 誰不知,我就立即被它的長焦鏡深深吸引 在可摺疊的機身設計,配備雙鏡的雲台 能夠拍出可以跟 Inspire 2 比美的壓縮感畫面 其實令我都頗意外 結果在我們旁晚離開大二三圖中 我就立即聯絡深水埗的航拍專門店 讓他們預留了一部Mavic 3 給我 在收報之前就去拿了機 買了新機,當然大家要測試一下 我和嘉傑就來了大嶼山的昂平 專門一系列的測試 第一部份,首先將Mavic 3 飛到大佛200米外的地方 測試一下這個廣角主鏡頭,它的威力是怎樣 在四三吋SIMOS 的哈蘇鏡頭加持下 再配合5.4K 的解釋度 表現合乎預期,畫面都細緻銳利,非常搶眼 對於是,你不想搶眼,是不想搶眼 對於大佛200米外的地方 對於大佛200米外的地方 引致下來是今次測試的主角長焦鏡頭 DJI 大疆將這個半吋SIMOS的長焦副鏡頭 以 Timeshot 模式的形式呈現 當畫面放大的倍數可以由一倍到二十倍之多 當你進入了放大至七倍或以上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啟動 雖然這個 Tally 鏡頭的畫質比不上主鏡頭 但它等候 162mm 的鏡頭焦段 其實都能夠為大家帶來全新的視覺體驗 相信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現時只有七倍和一倍是光學鏡頭 如下其實都是數碼變焦的畫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當放大至二十八倍的時候 其實畫質都很差 相信只能夠用於構思飛行路線之前 而這個功能進行一些參索的工作 在十四十八倍的工作上 在十四十八倍的地上 都能夠用於四十八倍的地上 在十八倍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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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過一千萬變焦點 Telly 鏡頭 當啟動Telly 鏡頭的探索模式後 實情有不少限制 除了只提供Auto的相機模式 不能手動控制光圈、快門等參數之外 原來更不能使用智能飛行的功能作為輔助 即是只能考考你手控技巧的真功夫 而它亦跟單反相機的長焦鏡一樣 鏡頭其實非常敏感 很容易出現畫面抖動的情況 所以手真的要好定才可以 當使用Telly 鏡拍片時 鏡頭在移動期間都很容易失去焦點 不過當你點算無限遠 這就可以解決了 當使用長焦鏡的時候 除了要關注眼前景物之外 亦要注意機身後方和障礙物之間的距離 不要給視差影響 以後方的物件碰撞 M3 的長焦鏡 其實為我們拍攝Dialog更多的新體驗 期待它能夠不斷地改進 甚至將來有機會在更多產品上出現 疫情之下大家都沒有辦法進行境外的旅遊 我們只能夠帶著航班機四處走走 發現這幾年政府分別在各處還敵了適時的花位 其中位於大嶼山的昂平還敵了不少的春花 明年無論你是去鳳凰山看日出 或是參拜這個天壇大佛 千萬不要錯過順道遊覽這條昂平春花境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在影片下方是有相關的連結 今集的飛雪者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